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今夜不寂寞的主持人韩兴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于苏善书 我欣赏这样活着的女人 如果你也喜欢她 请在文末为她点个赞看 我们这一生 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 但若问起我们欣赏什么样的女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的答案 有人说 我欣赏温柔有力量的人 有人说 我欣赏强大而自信的人 我们正在欣赏的人 往往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优秀的个性 我们都喜欢 那接下来 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几类 高质量的女性的特征 你又拥有几个呢 第一类 不轻浮有静情 有句话这样说 沉闻者不轻浮 心静者不浮躁 轻浮的人 往往太随意 不自重 如此这般 同样换不来 别人的尊重 人 想被尊重 先贵自重 说话有定数 办事够沉稳 交往有底线 穿衣 不暴露 女人 可以尽情 妩媚 但 莫要轻挑 妩媚和性感 都是一种脱离 低级趣味的高级人美 但是轻挑不是 轻挑 是一种俗 一种 流于脂粉 没有质感的庸素 女人 应该追求一种 有质感的人生 沉得住气 便是一种生命的质感 人生 哪有一帆风顺的 哪有按剧本 而办事的 沉得住生命的波折 以经得起 每一个意料之外 是每个人的成长 年轻的时候 心里装不下事情 一点小事就上头 情绪一来就忍不住 等到月历渐长 世道临头 面不改色 风雨欲来 气定神仙 这便是一个女人的静气 有静气的女人 经得起大风大浪 也吞得下 人间日常 第二类女人 简单干净 修炼内在 蔡根坦里说 人品做到极处 无有他意 只是本然 说的是 人做到最后 追求的便是 人原本的样子 即 简单 真诚 善良 没有太多的 弯弯绕绕 只有真心赤诚 才是通往 别人内心的结晶 没有太多 复杂的心思 远离算计 和阴暗的心理 人 才能活得 坦然快乐吧 做人 还是要纯粹 简单一点好 把时间和精力 花在琢磨 别人的身上 实在太累了 不如修一颗 简单的心 凡事 不去想太多 保持乐观 阶级的态度 烦恼 自然消减 好运 也会加倍 人说 相由心生 心思简单通透的女人 外表自然干净名利 干净 是一个女人 最好的气质 外表干净 衣着得体的女人 展现的是一个女人 内在的审美和自信 内心从容淡定的女人 从来不乱穿衣 追求标心内意 或华丽夺目 舒服的材质 简单的设计 干净的衣着 就是一张得体的名片 人不仅美在外表 亦要美在灵魂 内心干净的人 无论活到多少岁 依然怀着最初的善意 拥抱复杂多变的人生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才对生活保持热情 发现美好 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 把生活过得闪闪发亮 第三类 物质独立 精神自主 有一种女人 从来不屑于 从别人手里面讨要生活 她们想办法努力赚钱 而不是管别人要钱 喜欢的东西自己赚钱买 而不是等别人送 她们的生活 绝不是一棵美丽的藤蔓 而是一株有力量的树 她们要的生活 便是牢牢掌握人生的主动权 即使风雨来袭 她们有自己的屋檐 而不是到别人那里寻求避雨 这样的女人 早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靠山 山倒 靠人 人跑 都不如靠自己 拥有一项别人抢不走的本事 和足够的银行卡余额 才是一个女人行走世间的安全感 除了独立物质 她们还保持思想精神的独立 没事多读点书 丰富自己的头脑 才不会人云亦云 保持自己对世界的思考和观点 才不会被人带跑 拥有一项自己的爱好 独处的时间里不至于空虚 做自己的主宰 成为自己的能量来源 不依托于外物 不寄希望于别人 拥有赚钱的能力 是一个女人 抵御外部的铠甲 保持精神的独立 是一个女人 内心的底气 还有一类女人 把日子过好的能力 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梁文道说过 一个女人 要有自己把日子过好的能力 要有别人没法拿走的东西 这很重要 静于好的时候 把日子过好 这很容易 不顺利的时候 能把日子过好 是一个人真正的实力 谁也不能一直走好运 一直是好日子 同样也不可能永远走虽运 正如毕书敏说的那样 好日子和坏日子 是有一定比例的 就是说 你的一生不可能都是好日子 天天秘里调游 也不可能都是坏日子 每时每刻 黄连半苦打 必是好日子 坏日子交叉着来 如同一块花格子布 针上强大的女人 既过得了好日子 也过得了坏日子 好日子的时候 尽情享受人生高处 平栏看风景 坏日子的时候 不悲观 不失落 保存实力 乘风借力 重新将自己带离谷底 我们会羡慕一出生 就抓到好牌的人 但那种把烂牌打好的人 更令人敬佩 命运并非老不可破 尽力去做 每个人都会求得 最适合自己的结果 人生路上 我们往往羡慕别人 总是忽略自己 跌入谷底的时候 我们也总是幻想 一个人过来搭救自己 后来经历一些事情 才发现 那些最难的时候 从来也都是靠自己 找到的出口 其实你本事有力量的 那些命运的考验 你都可以通过 哪个人都是 本自具足的 幸福这种能力 原本来源于自身 你需要做的 便是找到 这种力量 不用欣赏别人 就做好你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我是韩星 喜欢这篇文章 请在文末 为他点个赞看 如果你也欣赏 这样的女人 别忘了 把她牢牢地记在心里 朝着这样的目标 不断地前进 我是韩星 韩非子的 韩天上献献的星 韩星是我的本名 也是我公众号的名字 何其幸运遇到你 今天就是这样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